印度总理莫迪14日将访问中国大陆 不过这条公布被放在外交部网站 右下角外事日程的栏目中并不显眼 莫迪星期一首次开通了他的微博 并有两条留言 一是他期待通过微博与中国朋友们互动 和趁佛誕节向中国民众送上祝福 韩联社报道 外交消息人士4日透露 尽管中国官方一直想让人民币国际化 但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预期将采用美元作为清算货币 而非人民币 中国东北三省元席去年经济下行走势 首纪经济数据显示 辽宁以1.9%的增速名列全国最后一名 而黑龙江和吉林则分别为4.8%和5.8% 位居倒数五名之列 外媒称东北经济出现区域性塌陷 其中辽宁在全国垫底的增速为15年来罕见 广州天河区黄村广东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周一晚近8点半突然整个坍塌 场内13人走壁不起一度被困 其中两人擦伤送衣 事发时广州一带正下着暴雨 羽毛球馆以塑胶布料搭乘 事发后场馆的塑胶布料铺满一地 只剩场馆的木门没倒下 新厂人在电视整理报告